妳也幫忙翻譯 一半以上的時間 都是在當翻譯的 第一個舞台就對有真嗆瞎 然後一直被節目剪成預告 妳心裡的想法是什麼 喔 嗨我是阿溪 我們直接歡迎佳儀 哈囉大家好 我是Fanatics的佳儀 天啊好久不見耶 最近就參加了 Girl's Planet 999對不對 終於有舞台可以展現 不一樣的我吧 Over 妳最近在台灣有做什麼嗎 派了一個護婦品的廣告 各位有廣告了 OK 今天呢我們先來一個簡單的 快問快答TMI好了 我們這次呢是比較 TMI日常一點的二選一 首先第一個你喜歡吃飯還是吃麵 麵 飯也喜歡但是飯比較少吃 妳是狗派還是貓 狗 很少跟貓接觸幾乎都是就狗 咦家裡有養狗嗎 沒有 我們成員 有人養狗 好再來第三個是 妳喜歡夏天還是冬天 夏天 我不太喜歡冷 這個真的很TMI喔 妳喜歡去Seven還是喜歡去全家 Seven 只有台灣人才會出這個題目 Seven的便當蠻好吃的 再來 妳比較喜歡出去玩還是喜歡待在家裡 出去玩 喔 欸我以為妳是宅女耶 不是嗎 蠻喜歡動的 就好動 從小就好動 蠻喜歡跳舞 妳平常比較喜歡聽韓文歌還是英文歌居多 韓文歌居多 還是韓文歌 就是那個音樂程式打開那邊 直接讓太陽棒 奶奶那一系列的 就是 妳比較喜歡Yes or Yes 或是Salute 喔這個太難了 嗯 兩組選一歌喔 完全是不同風格的 應該是Salute吧 Salute比較帥氣風 對 真的很帥 我要發瘋 這超好看喔 再來 妳居然是宣美還是Tiffany 喔 這一個怎麼選 可以不要嗎 好了就不要選啦 我都喜歡好不好 宣美跟Tiffany 都是很棒的導師對不對 對 我記得Salute結束完之後 那個Tiffany老師還跟我這樣擁抱了 好Sweet喔 然後宣美老師也給我很多鼓勵 大家有沒有更了解佳穎的人 一些TMI日常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深入聊一下 奶奶奶的部分好了 欸妳知道 台灣有很多人在幫妳加油嗎 我知道 超多 大家還 就是特地有什麼Dcard啊 或是PTT之類的 然後特地開一篇文 妳有看到嗎那時候 我妹妹有告訴我 大家妳們的應援 佳穎有聽到好嗎 所以欸主題曲是事前就先練 就我們開始訓練之前就收到 叫我們自己先學舞 然後剛好那時候 週末也有個測評 然後結果老師就線上看我們 之後進到節目開始練習之後 給了大概三天還是五天的時間練習 然後才說要排這個 第幾名經營這樣子 因為我給節目組 我的Email是 我平常沒有在用的Email 所以那時候星期一其實已經傳過來了 然後我沒有看到 星期二公司才跟我說 欸妳看一下你的Email 我才說這個禮拜要測評 晚了一天練習 然後我跟我其他成員 一起練到半夜這樣子 因為至少要在星期五之前練完 星期六星期天才可以就測評 而且那個時候不只主題曲 連Helicopter 對 那首歌也要 喔那時候就已經有先分好組嗎 對 但是我不知道我跟誰一組 就五個人嘛 五個人的位置都要學會 進去的時候才要學會 所以我那時候完全就是 崩潰了 因為怎麼再 很多東西欸 而且我還要背歌詞 怎麼辦到的 所以幾乎天天熬夜這樣子 那真的還好就是 你的主題曲任務跟Helicopter的結果都不錯 而且我那時候有看的那個影片 它下面超級都來自各地的留言 然後說找到一個 Tune song非常漂亮的 Tune song 對他 他講說 妳現在才知道 剛開始練習是K、C、J這樣分開練習 就第一個月 還不能說就是自己是跟唱什麼歌的 不行嗎 我是Helicopter 但是我要就保密 那個時候還不能跟對方講 那時候 富雅寧他就自己說 誰是這一個 我完全K出來 我就自己啊 我跟他是一組的 所以他也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是喔這樣子 我是這一個 欸他怎麼可愛啊 對 第一個舞台就對有真嗆瞎 不是嗎 然後一直被節目剪成預告 我那時候是站在台上了 你心裡的想法是什麼 我就是 這該怎麼辦 但是我知道耶 富雅寧他不是那樣的人 對 其實因為剛好節目要 就要講那句話 我也是想說一定是節目要他講 他跟你們練習的時候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 Helicopter那時候氣氛其實蠻好的 都會提意見然後什麼的 所以就讓 進度特別快這樣子 難怪你們會放到壓軸耶 然後大家說 哇 Stand on me出來就這樣子 一開始就站在中間 其實我原本是想要 富雅寧的位置 就是我覺得他出來那個很帥 那你真的很帥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好像是 四個人都想要那個位置 每個人都唱一句嘛 然後我就聽到富雅寧唱那一句之後 我就這個必定是他要唱的 對 就是因為這個你成為他奈後補 超開心的 然後台灣粉絲們也超級一開始說 我們家裡他奈後補了 就代表說你的實力是真的有被看到這樣 告訴我是Tom Night之前 其實我蠻擔心的 因為那時候 就講評的時候沒有被講到 其他人的好或不好 但是就沒有講到我 是不是我那天表現得不好 還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可圈可扁 就是表現得很好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好評論的 很棒這樣子 所以就會直接成為Tom Night後補 通常這種就是 尖尖尖三話講的這種好不好 Connect Mission 居然去了Yes or Yes 對 變農曆然後突然變成 天本的小姐姐的概念 但其實我覺得Yes or Yes 這一首歌也沒有到非常可愛 就是 所以我就覺得 還行 這邊容我抱怨一下 是有一些 我就覺得太有 然後我看到嘉儀本 就說 這個就是我要的 因為如果是我的評論 就說 Egoji 就是這個後面的任務 九人Dance組 對不對 欸你們這組是真的很帥耶 裡面是不是有發生一點小摩擦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 沒有一組是沒有摩擦的 是吧 我跟你們講 一個漂亮的石頭要經過打摩 所以就是有這種摩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然後你們那組就比較衰特別被寫出來 準備這首歌的時間其實不太夠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候我記得 然後你就要排出這個 對型也要排好 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大家心也比較急 對 所以就特別敏感那個時候 就想說快點快點快點 所以才會有一些小摩擦 但我覺得就是結束然後得到好的成果 就現在還是挺好的我覺得 蔡冰美的 當下是真的很尷尬嗎 我真的超好奇 還是其他人其實只是聽不懂而已 沒有我們會帶翻譯器 一邊會帶翻譯的 每個人都有 但後來我看到就是大家不是有 就是坐在一起 然後你也幫忙翻譯 對 那時候我真的翻譯了非常多 一半以上的時間都一直在當翻譯的 辛苦你了 也蠻開心的吧 就是可以幫忙大家 對我蠻開心的就 順便自己也可以練習一下 那時候彩排的時候 其實就我說的那個翻譯器 剛好那個有聽到老師們就是在討論說 就另外一組可能會贏這樣 然後就彩排的時候 然後就彩排的時候 就比較緊張一點 但是最後還是我們應該 帶給大家的衝擊感比較快 對 那一個舞台的 就舞台效果做得特別好 就前面在翻譯那真的火 所以我真的很熱 而且你們是穿 哇塞衣服那種 就是全部都包緊緊的這樣子 對啊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蠻幸運的 就是在每一次的mission 都是優勝者 我覺得實在很歸 因為我那時候我在看表演的時候 你剛剛說對 他剛剛說對 你有沒有聽到 那我們來聊聊一些其他的 就是幕後好的 有沒有和哪一個少女 變形 很多 但是我記得 特別好的 第一次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剛剛有說到 是KCJ這樣分開來練習 所以我剛才進去的時候 就C組裡面完全沒有我認識的人 一個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第一天進去的時候 挺尷尬的 可能這邊一個圈 這邊一個圈 這邊一個圈 就零零散散 可能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其中一個 不知道找誰講話 然後自己一個圈 然後自己一個圈 也很尷尬 而且你有比較內向對不對 其實我挺愛交朋友的 所以我就去主動找別人講話 所以後來你還是有主動去找 對 所以第二天我就想說 再這樣下去 我可能會自己一個人悶死 我第一個找的是 徐子音 我就走過去跟大家說 我可以跟你一起練習嗎 我覺得我挺可愛的 剛好其實以前有看過親你 就知道徐子音這個人 所以就想說 去跟他講講話這樣子認識一下 跟Helicopter的成員也變熟 還有我的室友 大喬小喬 跟張靜 對 就我們平常練習完之後回到宿舍 就我都會跟大喬小喬 我都跟他們見面按摩滾了 欸我覺得這種時候真的會有一種 革命情感的感覺 因為大家就是一起練習 沒有分KCJ之後有沒有跟K組J組比較認識 有 首先我的Sale Sale是一定要的 對 但是其實大家一起練習就 還是會都慢熟起來吧 對大家都很熟 都會聚在一起啊 很多人這樣 而且畢竟我有講韓文又講中文 就很多朋友 真的 而且我也常常會去其他房間玩 所以我真的 哇你很會社交欸 對我其實很喜歡社交的 就是晚上你們還是會有時間 比如說今天10點下班回去洗澡 然後之後看你想幹嘛就幹嘛 就不會管說你幾點要睡覺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Sale 那時候很趕嘛 電梯有反射那個就像鏡子那樣子 我們就這樣 動作是什麼忘了 然後這樣子 哇好好玩喔 我覺得以後想起這段回憶會覺得很欣慰 在裡面的時候覺得待了好久 但出來就覺得 怎麼好像就一下就 對了 老師很多位對不對 除了剛剛講到宣美啊 Tiffany啊 還有什麼其他老師 講過讓你覺得 啊很感動的話 我記得那時候 YES SORRY YES 我們就 才另一天 隔天就馬上測評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子 應該是宣美老師吧 我就記得她跟我說 我覺得我跳舞也不錯 唱歌還不錯 就是 叫我再更有自信一點 我也是 把自己這樣評審老師 因為那時候才剛練一天 其實我也有點不安吧 也是啦 很緊張其實 畢竟才練一天啊 才練一天 要你怎麼樣 哪一個時刻是覺得最辛苦的 我記得探索站那個時候真的是 應該是整個節目裡面熬夜熬醉久的一次吧 真的假的 對因為那時候99個人嘛 其實我們每上去一次 就每個人都有interview 剛算上去 就send on knee 然後就開始一個一個一個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有講話 每個人都有講話 都沒看到 我都沒有看到 那不就要等很久 超過24小時 反正就 我記得那個時候靠近後面是大橋小橋的表演 嗯 然後就看到那個我就 很可愛 很可愛啊 對 有一個地方我有一點小遺憾 那時候Yes or Yes的直拍 就我剛好被分配到最右邊的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後來看到影片之後我就很難過 因為我就是照著節目組告訴我說 要看那個鏡頭 結果後來影片出來之後 鏡頭是在別的地方拍著我的 所以我的眼睛從頭到尾都是這樣 就那一場表演我也蠻喜歡的 但是我就看到我的眼睛 我就覺得好煩喔 第二次生日路的時候 我好像也是被安排到最右邊的 我就照我自己的做 那個直拍出來就是好看的 是吧 對 這整個節目 這一個歷程對你的人身上 我覺得就想讓大家 更知道我這個人 還要看到我 就不同的風格 就我都可以詮釋 就很謝謝 就這段時間一直支持我的所有人 對我來說真的非常珍貴跟珍惜 沒有這個節目 你會不知道很多人其實在自己 對 節目結束之後拿到手機就是 每個影片我都有去看 太多人就沒有辦法回覆 但是我都有在看 真的 很多人就說不知道 既然會不會看得到 但是還是相信 好可愛喔 天啊 在韓國或者在台灣有沒有什麼發展的計畫嗎 最近 就是剛剛說到的有拍一個廣告 過夫的 然後之後可能也會有其他拍攝這樣子 大家一定要關注好不好 不管是家裡的IG啊 然後跟NATIS的YouTube啊 IG啊什麼的 全部一定都要關注起來 因為我客人就是他的Vlog我一定會看 喔真的嗎 那都是我自己剪接的 我就知道 所以初學者 我就知道 你要不要問我 好啦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謝佳儀 然後我們今天來聊這個選秀的節目 然後呢我們待會也是要跳一點小舞的部分 我很緊張 大家就是再去看這樣子好不好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佳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還是要暗地分享好不好 我們在這邊見吧 掰掰 掰掰 你有錯過MVTA嗎 有 你是什麼 我不知道 忘了 挨開頭的 我也是挨開頭的 看不出來齁 我不是一喔 感覺是一 喔 對 再拍 再拍 當街 就是很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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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